可能在台湾 你没办法完完全全的 去遗忘 或者是去割舍缅甸那块东西 这些其实就是 我透过电影来表达 缅甸边境 一对因毒品而交集的乱世男女 男的有车 女的有门路 男人载着女人四处送货 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像冰毒这样刻画 缅甸社会的题材 深受国际云展瞩目 导演赵德映以写实手法 谱出又一部关于家乡的故事 缅甸15年 台湾16年了 但是你的很多在缅甸的 很极端的很多记忆 就是它发生的事情 实在对你冲击太大 所以你一直对那块土地 是念念不忘 所以你的这种乡愁 后面有很多矛盾感 这些其实就是我透过电影来表达 东南亚华人的脸孔 冷峻内敛的眼神 赵德映以32岁的年纪 代表台湾 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 要与中港两地知名大导演 许安华 王小帅等人一同搅逐 而他用的只是一个七人团队 不到千万的成本 加上仅仅10天的拍摄时间 他从未向任何难题说不 因为他从来没有选择 其实这里有一条路直接可以进去的 比如说缅甸那个地方 我可能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了 可能12岁就出来打工 然后来到台湾16岁 在念高中的时候也在打工 也在赚钱养活自己 同时寄钱回家 就是帮忙家人分担家计 这种种种的经历跟个性跟环境 其实是让我养成了 就是这种说你遇到一个难题 不是朝向 就是说这种比较刻板的说 我做导演就是等待资金来 只要创作 比较不是那样 虽然我很想 16岁靠着家里筹挫到的200块美金 就来到台湾 从高中念起 赵德映前半段人生 跟电影 其实是平行线 他土法练钢 借书借骗子 拼命研究拍摄技巧 为了生存 也为了能够留在台湾 因为当时我大学毕业了 面临了就是要找工作 如果你找不到工作 就要返回缅甸 然后接下来 比如说你开始去拍很多短片 为了比赛 为了赚取奖金 没想到描述台湾赛歌文化的短片 白歌参赛国际影展 受到了广大回响 也送给了他留在台湾的身份 他进入金马电影学院 成为侯孝贤 李安的学生 德艺门生并没有让导师失望 他连续三部关于缅甸的剧情长片 逐渐让各界看见他叙事的功力 指导的能耐 与电影的才华 好像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这样子拍电影 一直的默默地拍 或者是很像学生一样 不管有没有钱 有没有资源 你一直诚感地去拍 但是你没有想过 这样的电影 或这样的团队也会被看到 冰毒从纪念初在柏林影展世界首映后 陆续拿下爱丁堡国际影展最佳影片 并先后获得瑞典影展 跟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因为你们这个奖 让我更确认了 给我的自信 知道了原来我是一个导演了 台北电影节颁奖舞台上 赵德映首居奖座长达三分钟 隐藏于内心的激动 除了对陪他身负缅甸冒险犯难的团队 家乡支撑着他的母亲 以及栽培过他的恩师 另外他特别要感谢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片土地 最后感谢台湾的栽培 是你就发挥你该做该做的 但最后你会发现命运或是大环境 会慢慢对你开始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幸运 赵德映说来到台湾 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因为常过匮乏 他觉得台湾是天堂 至于能不能够拿金马奖 这个他从小隔着两千五百多公里外 遥望着的星光殿堂 他不敢多想 家人他们不太知道金马奖 但是他们当然就会知道说 那种巩俐啊 波富城啊 所以如果他们知道说 你是跟郭富城或巩俐他们走在一起 或者是有可能你会碰到他们 可能我侄子啊 我家人可能会说 那你能不能拍张照来啊 合照来证明一下 金马奖之外 冰毒代表台湾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竞赛 赵德映这个名字 他的电影在华人世界被讨论着 而他的心情 仍像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身轻装 背着包包 忙里偷闲阅读喜欢的书 沉变 蜕变 赵德映的电影之路 才刚刚起步 我对那 ram 剩下的电影 我对你见开 我对你见和你忙 我对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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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去吧